作为德云社的大辈谢金 谢金不能算特别有天赋的相声演员 但也没有靠辈分躺平 还是兢兢业业的钻研业务 感觉他现在还没有找准自己表演的风格定位 在德云社这个大环境里 也处于比较难以突破个人台风的状态 谢金和李赫东是一对好搭档 别看谢金在德云社是师爷级别的 生活中的谢金可平易近人了 上下班还带着李赫东 近日有网友晒出谢金骑着电动车 载着搭档李赫东一起下班的照片 谢金作为德云社师爷辈的人 上下班还是骑一个小电动自行车 照片中李赫东坐在谢金电动车的后座上 一起在等红绿灯 师爷给徒孙当司机 这事儿怕只有德云社才会出现 2017年春节谢金给李赫东打电话 想跟他成为搭档 谢大辈的前辈搭档是翟国强老师 翟老师有工作不能去外地出差 李赫东当时在德云三队表演 是站桌子外头的豆根 答应和谢师爷成为搭档后 他变成了捧根 乃东的外号也是谢金给他起的 如今两人已搭档四年 没搭之前他俩的私交就好 搭档以后更是好上加好 前一阵子谢金电动车上的电瓶 让人偷走了 他还爱特李赫东让搭档看着办 希望东哥能支愣起来 社会东很惆怅 说以后没法坐爱马上校了 为了让东哥敞开心非笑 谢爷要换新车 丢个电瓶他俩也不忘秀恩爱 不知道这个电瓶车 是不是东哥为他换的呢